另外这样的做法还真的很有用 国防部在今年为了要招募志愿役的新兵 推出了这样的国军 见责礼券 你只要内部人士招募到心血入营 就可以获得最低也有1000块 最高有2000块的礼券 但是这张礼券只可以在国军的内部进行使用 那你可以使用在国军的福利战还有营战 那有用吗 答案是有的 因为不到一年真的招募到了1.8万名心血 那为什么这个里面的内部使用会这么受欢迎呢 最主要是因为国军的这些福利战里面 有一些自由品牌在这边买卫生纸买水 都比外面还要便宜得多 学生穿上海军制服有模有样 体验实弹射击好兴奋 国军为了要招募心血出奇招 今年推出的消费礼券更是吸引青年目光 印上国防部字样又分为一百元两百元等面额 今年初推出国军鉴责礼券奖励政策 只要是内部人士推荐青年加入并顺利入营 就可获得千元礼券 来到福利部这里不但商品价格低 优惠又多 还有国军自创的大兵卫生纸 自家鸡蛋也是品质保证 最特别的还有国军最爱也念念不忘的牛肉罐头 但要拿到礼券 条件和金额也有所不同 我手上的这一张国防部福利礼券 可以在国军福利站跟营站内做使用 不过它只针对特定十一种身份的人 就国军的福利礼券 它使用的对象就是军容券 以及军校的师生等等的十一类的人 他都可以持福利卡在我们福利站使用 如果在就学班队军校正期班 二级军官班或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 招募议员招募者就可获得一千元 招募士官二专班则可获得两千元 就业班队中专业军官班 志愿议预备军官班和志愿士兵社卿 每招的艺人可得一千元 专业士官班可获得两千元 礼券招募承受有多高 国防部统计从今年初到十一月底 就招了将近一万八千元 阶段达成率甚至超过百分之百 上万名青年壮士加入国军 国防部年年初期招 小小礼券也能为国军志愿役大大补屑 华氏新闻 尹晨高 梁红志 张若萍台北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